要延长我们膝关节的使用时间 其实我们要训练的是我们大腿的肌肉 郑老师有哪些方式可以帮我们训练 第一个我们要做一个伸展的动作 当然要用大腿的力量 来让我们的腿后肌得到伸展 所以先扶着一个椅背 往后走 膝盖弯曲 与宽同宽 弯曲之后背要打平 好 这个时候 微蹲慢慢伸右脚伸直 再微蹲伸左脚伸直 这个过程其实你会觉得很紧 像这个动作我的腿筋很紧 所以我用我的大腿去伸展 所以这个动作就拉筋 但是又训练到我们的股市投机 如果要加强是微蹲之后 右脚伸直 左脚在踮脚尖 蹲下来 左脚伸直 右脚踮脚尖 这个伸展的范围就会越打越大 回来的时候不要把手放开 往前走 这样比较安全 这个动作全身都会得到舒缓 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加强的是 静后肌 颈骨我们在走路需要阻挡 这个可以跑步走路 要减少膝盖的负荷 所以这个动作很简单 叫做脱甩提翘 脱 保持平衡 对不对 然后勾脚 脱 然后勾脚 就这个勾脚的动作 就是在训练颈颈后肌 这个可以做个36下 屁股一定要翘一下 跟陈小鱼一样 屁股不翘可能勾不了脚 就会往后再翘 这个动作也蛮适合大家练 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刚才讲骨质密度的训练 不是会讲到把脚往前吗 沉重 那只是我们保持这个姿势 做什么呢 做蹲 起 这个一定要腹部有点维修 蹲 起 伸直 所以可以吸气 吐气 然后吸 好 吐 所以这也是很好的运动 来 第四个呢 膝盖的活动度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 伸的弓箭步 伸弓箭步 那么跨在一个比较稳定 例如你家的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 这一类的地方 公园的椅子上 所以要小心 这种椅子如果不稳度 就不要踩 好 所以后脚跟踮着 膝盖加强它的深度 往前顶 往前压就对了 然后再回来 再往前 去延伸这个关节的角度 那跟地面不一样 地面的负担太大 地面这个负担就太大 这个膝盖就容易受伤 所以有个东西跨着 这个比较降阶 还是减少膝盖的压力 可以做出这个动作 OK 不过到这里就有点刺痛 就不要下去了 就回来 不要勉强 到感觉有刺痛的点 然后就回来 所以千万不要勉强 OK 然后再来一个动作 就是你要扶着椅背 做旋转的动作 旋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膝关节 除了前后活动度要好 左右也要 所以你可以把它 左脚直立 然后转到后方去 很小心地把身体打开 所以这是我左脚 在做活动度的伸展 这是左右的伸展 对 那如果换回来之后 换到这个地方来 一样转到这边 微微转过来 所以都是在伸展 左脚 腰也会转到 OK 对 都是在伸展 左脚 所以停留大概30秒 两脚都做 那如果都做这个动作 你的活动度 就会比较好 最好的活动度 好的肌肉稳定度 所以就会让膝盖 更健康 OK 所以五个动作 交给大家了 不过我们平常在家里面 要怎样检测 自己的膝盖 到底有没有关节 后一师 对啊 那个大概四五十岁来 膝盖痛来 整间都会很紧张 我是不是退化 我是不是要换关节了 对啊 那其实可以自我检测 我觉得方法还蛮简单 就请 其实请 也可以请家人帮你检测 你就要检测人坐着 就用大拇指摸它两侧膝盖 大概五分力 然后摸摸看两边 有没有不一样 那如果压这个内侧 就是内侧韧带那边 如果它会痛 有一边比较痛 通常就是有问题 我们要摸第一个地方 叫内侧半月板 内侧半月板 内侧的地方 就是往内一点点 那我们再去压 如果这个有问题 大概就Bingo了 大概可以看到 其实我膝盖内侧痛 这两个地方有痛 大概就两分 两分 那我们就配合一些症状 他蹲下有困难 就是 一分 那个大概就 超过三分 就可能是退化性关节 就要去医院检 好不好 要去证损检查 或是他变天 他会觉得 我怎么天气下雨 膝盖酸酸的 这是退化性关节的症状之一 上下耳机痛 膝盖曾经肿起来过 就膝盖看起来 两边看起来不太一样 后面膝盖胀的 走路会痠痛无力 或是你观察 他有O型腿 或扁平足的问题 这些都有可能会 退化性关节 OK 那我们平常去医院检查 你们是只照S光 还是要排一些其他检查 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对话 最基础的检查 比如说你在一般医疗院所 就是S光加超音波 就可以了 超音波看积损 其实这两个 大概就可以诊断 95%以上的 这个退化性关节 OK 如果真的比较严重 就去医院造词而共生 OK 所以如果有问题 还是赶快找医生 是 听众跟大家 骨质疏众是现在的流行病 所以一定要随时注重 维他命的普通 另外关节如果有问题 不要勉强去做运动 有些很奇怪的蹲法 会伤你的膝盖 希望在关节的动作到100岁 我们将来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姜牧运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 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哦 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 请帮我们按一下 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的按钮哦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